两年前,我妹哭着求我,你替我嫁给傅家那个残废,我给你一百万,我嫁进傅家两年后,他又来找我,我才是傅少卿的心上人,他想娶的本来也是我。 我再给你一百万,你出国整容,永远别再回来,看,有钱多好,能随意摆布别人的人生。可是,凭什么他想怎样就怎样? 我生日这天,老公傅少卿说晚上要给我一个惊喜,可我还没等到他的惊喜,就被我亲爹绑架了。 我那两年未见的双胞胎妹妹柳莹出现在我面前,这两年顶着我的身份做父太太,你装得很辛苦吧? 我回来了,今天就送你去韩国整容,开始你的全新生活,开不开心,见我不说话,柳莹勾起嘴角,姐你可别忘了,傅少卿喜欢的人是我不是你, 你不仅是用我的身份嫁给他,就连结婚证上都是我的名字,现在你的戏散场了,可别入戏太深。 这次出国,就永远都别再回来了,他随即把手机屏幕递向我,冷嘲热讽。 诺,一百万已经打到你卡上,你这替身做得只赚不亏,白捡了两年风光无限的豪门太太当,还有这么多钱赚,我看着那一百万,笑了笑。 两年前,他也给过我一百万,在傅少卿和他即将结婚的时候,婚礼前,傅少卿突然出了一场意外,柳莹一听,他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立马就不想嫁了,可傅家有钱有势,柳莹若是在傅少卿有难之际毁婚,岂不是得罪透了傅家? 于是我那个好爸爸便想起了我,我和柳莹是双胞胎,我妈在我们两岁多难产去世。 我爸不到半年就再婚,他带走柳莹,丢下了我,并且此后二十多年,不问我的生死。 直到他准女婿出意外,他才想起我的利用价值,没教养的东西,盈盈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连个屁都不放。 我告诉你温馨,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我让你永远消失,我抬眼看向咬牙切齿骂我的刘远志,我的亲爹。 呵,过河拆桥,那也要看有没有那个本事。 我心下冷笑,面上却做出委屈的样子。 爸爸这么说,可太伤人心了吧。 我刚刚不过是在想,这两年来,我们夫妻有很多细节是盈盈不了解的,让我明天就离开,盈盈应付不来漏线怎么办? 傅少卿那么精明,爸爸就不担心吗? 见我这么顺从,刘远志火气小了些,冷哼道,不用你操心,我自有安排。 你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出国整容别再回来。 我看向柳盈,不得不承认,特意做成和我同款发型的她,跟我真是一模一样,就算傅少卿恐怕一下子也分辨不出来。 只可惜,当我这两年的傅太太是白当的吗? 我怎么可能任由她们呼来换去? 刘远志把我的手机塞给柳盈,扔给我机票和护照后,就让两个保镖扭着我上了车。 我没有手机,没法跟任何人联系,只能暗暗想办法怎么逃出去。 就范是不可能就范的。 事到如今,我必须让傅少卿尽快知道替价的真相。 哪怕傅少卿会选择她深爱的柳盈,而迎接我的是场狂风暴雨,我也认了。 但在结果未知之前,我必须为自己努力争取。 谁知,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卑鄙,车并没有往机场的方向开, 而是开到了一处废弃的化工厂。 来,大小杰说,送你上路前,让你替她高兴高兴,别带着遗憾走,我顿时心寒透底。 原来整容出国不过是幌子麻痹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我死。 焦灼尖,说话的那个保镖已经打开了车载屏幕。 是娱乐新闻直播。 晚上十九点二十一分,将成立标黄景大厦寸秒寸金的巨大广告屏上, 赫然闪动其锦簇玫瑰拼成的火红祝福。 柳盈无碍,生辰快乐,鸳鸯交警七千岁,琴瑟鞋和怨百年, 话外音是女主播既酸幼木的叙叙叨叨。 哇哦,没想到不苟言笑的副总居然有这么浪漫细腻的一面, 副太太真的太幸福了。 谁说豪门无真情? 在这个寒冷的秋夜里,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瞬间,我笑出了泪来。 副少卿啊,副少卿。 这主意又招摇又土掉渣,一点都不符合你高冷睿智的人设好吗? 可是,我好喜欢,因为19点21分,那是我出生的时辰, 没想到我只是一次闲聊时告诉过副少卿我的出生时间, 他竟记在了心里。 虽然我这个替身不配拥有姓名, 可是我知道,他这份生日祝福和婚姻誓词是给我的, 是给我温馨的。 画面紧接着换到了豪华的生日晚宴现场。 盛装打扮的柳莹和傅少卿实质紧扣, 两人共同走向礼台。 傅少卿温柔地为柳莹戴上香满钻石的生日皇冠, 柳莹则娇娇满面地仰起头, 笑着迎接傅少卿的吻。 我死死盯着屏幕, 只见傅少卿扶着柳莹的肩, 深深凝望着她, 然后像宝贝珍宝一样, 轻轻拥住了她。 我的心顿时就像被戏绳子给勒紧, 快要喘不上起来, 当初想和傅家攀亲的豪门多不胜数, 可傅少卿却对并非门当户对的柳莹情有独钟, 并公开承认柳莹是唯一令她心动的人。 我以为她们俩早就有过亲密关系。 可婚后, 我才知道傅少卿因为爱柳莹而尊重她, 婚前她们连吻都没有一个, 所以我才是傅少卿迄今为止唯一的女人。 我愤恨地看着屏幕里的柳莹, 恨极了她穿的为何是件旗袍, 而不是露出警尖的晚礼服, 我爱上傅少卿后, 故意偷偷在锁骨下方纹了身。 就是防着有朝一日柳莹 想借着我们容貌相同而取代我。 如果傅少卿第一时间发现眼前人并不是我, 哪怕她心存疑虑, 也一定会先火速安排找我, 所以我绝不能让恶毒的柳莹逍遥法外, 让傅少卿一辈子蒙在鼓里。 啪的一声, 那保镖关了视频, 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 猜到他们就要动手, 我立刻颤颤微微哭出声, 一副要被吓死的样子。 你们放, 放了我吧, 杀人哪有那么好逃脱, 早晚能找到尸体破案的, 给我一条活路, 也是给你们自己省麻烦那呜呜呜, 见我这么怂, 两人不由吃笑起来。 化工品燃爆, 把你烧得比火化都干净, 保证不留破案的机会, 你就安心上路吧, 省省那些废话, 我脑子嗡的一下。 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的亲生父亲和亲妹妹, 竟对我如此恶毒。 顷刻间, 我身侧的车门被打开, 他们粗鲁拽着我, 用力把我往车外拖, 就在我右胳膊被狠力往外拖拽的那一秒, 我左手手心里始终攥紧的美工刀, 飞快向那人的手腕处用力划去。 哦, 卧槽, 这娘们手里有刀, 那人惨叫着撤回手腕, 捂住血流不止的伤口, 连声哀嚎。 另一人骂着凑上前来, 你个废物, 连个哭唧唧的小娘儿们都收拾不了。 有刀夺过来不救, 嗷嗷嗷。 他狠话放到一半, 就被我用锋利的刀刃直直戳上了眼睛。 我抖着手, 疯了一样不停地戳他的眼睛和脖子, 直到把他戳得猎切着摔倒在门边, 而另一人则狠狠骂着, 甩着流血的手腕跨过他来抓我。 我很戳向他的手心, 趁他吃痛缩手的瞬间, 我用尽力气飞速爬进了左前方的驾驶位。 在那男人一脚跨上车的当口, 车子已经轰然启动, 离弦般蹭地窜了出去, 直接把那男人惨叫着甩下了车。 我紧张地满身冷汗, 疯狂加速, 直到后视镜里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影子, 我才连忙下车关上后座车门, 重新启动。 小时候我被歹徒抢劫过, 差点丢了命。 所以后来我不仅学了防身术, 还养成了口袋里 十克装把迷你美工刀的习惯。 虽然刀片只有短短两厘米, 却正因他钻在手心不易察觉, 才能在紧急时刻保护自己, 死里逃生的我, 全身都被冷汗湿透了。 我努力平复着紧绷的神经, 一路急迟, 静止驶向我和傅少卿的家。 到了家, 车库里并没有看见傅少卿的车。 和我料想的一样, 生日宴还没结束。 正好, 我在家里守株待兔, 给欢天喜地回家的柳盈 一个措手不及。 如此歹毒, 想置我于死地, 这比诈, 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谁知我刚进门就迎上庸人张嫂, 慌慌张张往外跑。 她见到我那一刻, 瞪大了眼睛, 十足像见了鬼, 太太, 您, 您不是, 受伤昏迷了吗? 受伤昏迷? 我让张嫂把话说清楚。 老赵刚刚打电话给我说, 您在生日宴上不慎摔到头, 当场晕了过去。 老赵让我赶紧去医院照料您, 毕竟这两年一直是我伺候您, 我立马就收拾东西要往医院赶。 谁承想您, 您没事了, 老赵是傅少青的司机, 和张嫂是两口子。 我立刻就明白过来, 呵, 难怪明知柳莹根本不了解傅少青的生活习惯, 可刘远志却丝毫不担心她会露出马脚。 原来是摔伤失忆的把戏在这等着呢? 我忍不住笑了。 好啊, 那这场戏就更好看了。 我直奔医院而去, 站在病房门口, 我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用力推开了门, 病房里所有的人,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都齐齐愣住, 尤其傅少青, 从来喜怒不行余色的她, 目光在我和柳莹之间打了个来回, 然后便定定辰在我脸上, 一瞬未离。 纵然我心如肋骨, 脸上却露出和平时一样的浅笑, 直接向她走去。 少青, 有些话, 我想单独和你说, 傅少青还没开口, 一旁的刘远志先极了。 少青你别听她胡言乱语, 你听我说, 傅少青立即挥手打断了她, 转向为在柳莹病床前的几个医生, 辛苦各位, 接下来就要麻烦各位 为莹莹诊查治疗了。 傅总客气了, 看出气氛低压的几个医生, 一面说着, 一面迅速退出了病房。 清空了外人, 傅少青这才看向刘远志, 岳父大人不妨给我个解释, 我, 刘远志狠狠弯了我一眼。 我向她勾了勾嘴角, 冷眼看着她, 不知道杀人未遂的她, 现在又要怎么跟傅少青胡扯。 只见刘远志做出一脸无奈的样子, 唉声叹气。 是这样的少青, 我呢, 原本有两个女儿, 当年我再婚的事惹得前岳母不满, 她死活不同意我把两个女儿都带走, 所以我只好带盈盈一人来了江城, 这个丫头叫温馨, 是她姥姥养大的, 改成了我前妻的姓。 不管这二十年我对她和她姥姥有多好, 她们都不领情。 她甚至在她姥姥的教唆下, 恨极了我, 连带着也敌视盈盈, 见不得她亲妹妹幸福, 当年差点就毁了你们的婚礼。 我一气之下把她送出了国, 谁知她又偷偷跑回来捣乱, 你看看少青, 你看这丫头故意装扮成盈盈的样子, 肯定是想跟你说, 她才是盈盈, 是你的妻子。 少青啊, 我这个做岳父的, 实在对不住你, 给你添这些头疼的事, 都是我娇女无方, 我马上就带她走, 好好教育教育她, 她边说边上前要钻我的胳膊, 我轻松一闪躲了过去, 就是跨到了傅少青身旁。 而傅少青一下就把我拉到她身后, 隔开了刘远志, 她这副保护我的姿态, 令我鼻子一酸。 我赌对了, 我顺势抓着傅少青的手, 快步走向了柳盈的病床。 傅少青皱紧眉, 眼看着我拨拉开正昏睡的柳盈的病号符, 露出她光洁无瑕的锁骨, 傅少青盯了半赏, 这才看向我。 而我轻轻拉开衣领, 锁骨的纹身赫然可见。 傅少青瞇了瞇眼睛, 所以, 你不是柳盈, 她缓缓把我的手从她掌心里撤出, 声音冷得令我陌生。 傅少青的态度,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她在认出我才是她这两年的枕边人时, 哪怕明知我是替嫁, 可相比于她从未朝夕相处过的柳盈, 她总应该会对我会多几分感情。 而这也是我敢于揭开替嫁真相的一份底气, 毕竟这两年, 她对我那么好, 就在刚刚她还是护着我的呀。 我的脑子猛了猛, 迅速逼自己冷静下来。 没错, 我叫温馨, 不是柳盈, 事情的真相是, 当初他们嫌你受伤, 硬逼我替嫁, 现在见你身体好好的又反悔, 嘴上说送我出国。 如果整容让我离开你, 贝蒂却把我带到北江码头的废弃化工厂想烧死我, 流远至极的大吼, 少卿你别听这丫头胡说, 她就是个撒谎精, 从小就缺管较少教养, 事事都要给盈盈添堵。 我们怎么可能嫌弃你受伤?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咱们两家又都不缺钱, 我们是疯了才会想什么替价。 再说盈盈那么爱你, 你比谁都清楚, 她这种谎话也编得出来, 真是个天打雷劈的丫头, 她的话忽然被一段录音打断。 姐,你帮帮我吧, 我不想嫁给一个残废, 我才二十三岁, 我后半辈子怎么熬啊? 呜呜呜, 可是,听说傅先生他很爱你, 他要真爱我, 就更应该给我自由, 主动提出退婚。 可你看他们家的态度, 都这样了还要如期结婚, 分明就是仗势欺人, 我的意思是, 他很爱你, 所以肯定能发现我们不一样, 不会的不会的, 其实我们只是吃过两次饭, 根本没什么接触, 这个你放心。 他不过就是看我长得好看罢了, 哪有那么深的感情, 但婚姻不是儿戏, 你想好了, 如果我和你换了, 以后你不能再对我提任何无理要求, 我保证不会, 我用咱妈来发誓你还不信吗? 我关掉录音笔, 把他直接递给脸色轻, 一阵白一阵的刘远志。 爸, 别自责, 年纪大了记性难免不好。 这录音送你了, 你有空多听听, 帮你回忆一下当年, 省得满嘴谎话让人笑话, 刘远志打死, 也想不到我会录下当年那些话。 他整个人已经呆入木鸡, 却还不忘狡辩, 少, 少青,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这, 这肯定是温馨伪造的。 你相信我, 傅少青淡淡打断他, 刘总的确年纪大了, 少青, 你别, 你听我, 出去, 傅少青声音很冷, 吓得刘远志不敢再多说。 他满眼怨毒地斜了我一眼, 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 可我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刘远志走后, 我正要跟傅少青解释一下当年的事, 病床上的柳盈忽然翻身哼唧起来, 呜, 头好疼, 疼死了, 他捂着脑袋一脸痛苦的模样, 真是我见游脸, 我怎么能不给他这个拿影后的机会? 我闪身躲到窗帘后, 看着傅少青一步步向他床边走去。 啊, 我这是在哪里, 请问你是, 你是, 我头好疼, 怎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柳盈捂住头, 梨花带雨地看着傅少青。 傅少青声音很沉, 傅少青, 不记得了, 傅少青, 少青, 柳盈瞪大了眼睛, 恍然大悟, 少青, 我未婚夫, 对不对, 傅少青笑了, 并不是。 你未婚夫是个残废, 忘了吗, 柳盈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 嘖嘖, 一肚子背好的台词, 现在接不上了, 我差点就笑出声来, 傅少青也够损的, 怎么都不给人家个表演的机会呢? 呼听柳盈, 又叫声哽咽起来, 难道我真的记错了吗? 不可能的, 少青这个名字。 我好像很熟悉很熟悉, 可我却又想不起细节, 啊, 我头好疼啊, 医生呢, 我爸呢, 呜呜帮我喊我爸过来好不好, 则, 真是没眼看, 我都要恶心吐了, 我估计傅少青也快看吐了, 我赶紧走向柳盈, 你爸没在, 你姐在, 柳盈看见我那一刻, 眼珠子都要瞪了出来, 啊, 你, 你, 我毫不客气地使劲拍了拍她的脸, 怎么, 看我没死很失望, 连诗意都被我治好了, 柳盈推开我的手, 眼里满是掩不住地厌恶, 是了, 从小到大都高高在上替逆, 我瞧不起我的公主, 怎么能容忍我对她不礼貌, 我忘不了十五岁那年姥姥生病, 刘远志一分钱都不肯借给我, 我走投无路只好去求她, 毕竟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姥姥, 况且她一个月零花钱 比我们一年的生活费还多, 可她是怎么对我说的, 她说, 那是你姥姥, 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 我柳盈可没你们这样的穷亲戚, 思绪回笼, 我冷笑, 别演了柳盈, 如果假装失忆, 就可以拿回傅太太的身份, 你未免太瞧不起傅少卿了, 什么装失忆, 你在说什么呀? 我只是头很痛, 柳盈挣扎着坐起来, 楚楚可怜, 看向傅少卿, 少卿,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是在生日宴上摔倒了对不对, 这位是我姐姐温馨, 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她, 不必了, 傅少卿淡淡道, 明天一早, 跟我去办离婚, 谁都清楚, 我和傅少卿的结婚证上, 写的是柳盈的名字, 柳盈脸都白了, 不要, 少卿, 我不理, 死也不理, 我看着傅少卿沉下来的脸色, 轻声说道, 倒也犯不上离婚, 柳盈先是愣了下, 紧接着就点头樱河, 对对, 我姐说得对, 有什么误会, 我们好好说, 我拉住傅少卿的手, 当时你身体不方便, 结婚登记, 我办理好后, 就直接锁在了保险柜里, 结婚证上, 我咬了咬嘴唇, 写的是我的名字, 而你和长辈们看到的, 那个写着柳盈名字的结婚证, 是我专门办的假证, 傅少卿掠显意外地挑了挑眉, 看不出情绪, 而柳盈则是大惊失色, 简直要气诈, 温馨,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怎么敢这么欺骗少卿, 欺骗傅佛家, 我根本懒得搭理他, 只是略带心虚地看着傅少卿, 我知道你原本喜欢的人, 是柳盈, 不是我, 结婚证的是, 的确是我自作主张, 或者说, 是我欺骗了你, 只是, 我吸了口气, 只是你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 你,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傅少卿垂眸看着我, 扯了扯唇, 你吐我什么, 嗯, 我没听懂, 哼, 有人嫌我残废不肯嫁, 你别告诉我, 你天生就喜欢照顾残废, 毕竟我们从来不认识, 我, 我话还没出口, 柳盈疼得从床上跳下来, 一把把我从傅少卿身前推开, 死死抓住傅少卿的手, 少卿, 你千万不要信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图你的钱而已, 他为了钱什么都肯做, 他还曾经为了赚钱去卖身, 啪, 我怒不可遏, 狠狠抽了柳盈一个耳光, 柳盈哪受过这样的委屈, 他抱住傅少卿不依不饶地哭, 少卿你要替我做主, 你喜欢的人明明是我, 是他纠战雀巢欺骗了你, 还当着你的面打我, 难道你忘了你结婚前对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这辈子只认定我柳盈做妻子, 是你亲口说的呀, 你喜欢的是我, 不是他呀, 傅少卿点了点头, 不错, 你提醒了我, 我难以置信看向他, 替价真相他已经了然于心, 也亲眼看到柳盈卑劣作戏的丑陋, 难道在他心里, 我还是比不上柳盈重要, 没错, 我本来只把这段婚姻当成一场交易, 但谁让这两年傅少卿对我太好, 所以哪怕我明知他是把我当成他心上人柳盈来宠, 可我还是爱上了他, 但如果我爱上的人, 是个眼下心芒的人, 我还爱他什么? 我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声音也冷了下来, 你放心, 只要你选他, 我绝不纠缠, 明天一早就去跟你办离婚手续。 傅少卿眸光微凉, 是吗? 看不出来你这么好说话, 话落, 他竟疏然挥手向我的头披来, 我慢慢没想到他会跟我动手。 呵呵, 原来我才是瞎了眼的那一个呀, 我迅速抬臂拦住他的手, 另一手提拳打向他的侧脸, 脚下也毫不客气直踢他的膝盖, 因为又气又委屈, 我一点没收着力气, 就算明知我打不过他, 我也绝不会就这么任他欺负。 我红卓眼, 满眼鄙夷, 傅少卿, 你和柳莹真是天生一对, 一对狼心狗肺, 你们俩这辈子最好所死, 别去祸害别人, 我怒气满心, 拳脚下得很重。 可谁知傅少卿硬生生, 挨了我一拳一脚, 不仅丝毫没还手, 还一下子抱住了我, 我挣扎着推他, 哽咽怒斥, 别碰我, 你和柳莹一样脏, 听我骂他, 柳莹跳着脚就要来挠我, 却被傅少卿一把给推了开。 少卿, 你, 你居然打我, 柳莹又开始演, 歪坐在地上哭着不起来, 傅少卿厌恶地扫了他一眼, 紧紧搂住我, 五年前, 万青路的地铁站, 你是不是跟几个男的打过架, 只为就一个被他们欺负的高中生, 我愣住, 皱了皱眉, 既不太清累年了, 也不记得在哪个地铁站, 但好像有这么回事, 他像是心情很好的样子, 唇角略微弯了弯, 因为类似的事做得太多。 女侠, 我不解看向他,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他轻轻叹了口气, 那是我见你的第一面, 印象深刻, 但我以为你是柳莹, 现在明白了, 所以你, 很荒唐, 但却很幸运, 他低声感慨, 我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你, 刚刚不过是想确认一下, 傅少卿, 我意外而惊喜, 傅少卿, 你认真的? 你没喜欢过柳莹, 傻样, 他谈了谈我的额头, 欺骗我两年都不跟我说实话, 让我始终蒙在鼓里, 这仗咱们慢慢算, 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任何一刻, 像现在这么激动,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人, 好运从来都不会降临到我头上, 就连我最深爱的人, 日日夜夜都把我喊作别人的名字, 可现在, 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我含泪向着他笑, 傅少卿, 真好, 你不瞎, 他被我气笑, 继而温柔俯着我的头, 我们回家, 回家前, 先陪我去报警, 我要指控刘远志和柳莹故兄杀人, 放心, 我不会放过他们, 我和傅少卿边说边往外走, 身后的柳莹忽然尖叫起来, 傅少卿, 你给我站住, 傅少卿礼都没礼, 大不继续, 只听柳莹发出一阵狂笑, 傅少卿,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两个月前那一晚, 你不记得了吗, 我僵住脚步, 傅少卿下意识看向我, 身谋凝重, 两个月前, 他因为忙一个项目, 经常住在公司, 而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常常带着亲手做的饭菜, 去公司陪他, 也有几次在他那里过夜, 假如柳莹的回归计划早就筹谋好了, 那么很有可能, 他在某个傅少卿独自沉睡的深夜, 悄悄爬上了他的床, 而如果傅少卿是正睡着被他缠住, 把他当成了我, 他怎么可能有心思去辨别他锁骨上有没有纹身, 刹那间, 我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在网头上冲, 就好像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被人用最肮脏卑鄙的手段给玷污了, 我大步走向柳莹, 揪住他的衣领, 一把就把他从病床上给灌到了地上, 不要伤害我和少卿的孩子, 不要, 看着柳莹捂住肚子假装柔弱的样子, 我满脑子都是自己刚刚死里逃生的画面, 但凡我反应慢一点, 恐怕我现在已经被烧得灰飞烟灭了, 真是一出好算计啊, 让我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算傅少卿察觉出他和我不一样, 也再也找不回我了, 加上他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骨肉, 他定然会和他度过这一生, 甚至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曾经的妻子, 叫温馨,怒从中来, 我扯住柳莹的头发, 一边抽他耳光, 一边狠狠踢他, 哎呀, 温馨你疯了, 少卿救我, 救救我们的孩子, 柳莹被我狠力的样子吓住, 尖声哭求起来, 傅少卿上前一把拉住了我, 温馨, 别冲动, 舍不得你们的孩子, 我望向他, 红了眼眶, 继儿笑了起来, 怎么办呢, 你舍不得, 可我今天非要这个孩子消失, 你敢, 一声吏翅, 乍响在我耳边, 病房门大开, 傅少卿的母亲, 在刘远志和几个家丁的簇拥下集集步入, 满脸怒涩, 那是你的亲妹妹, 你竟如此歹毒, 我看谁敢动我傅家的骨血事实, 柳莹一剑来了撑腰的, 立刻哭天枪地扑了过去, 救我, 救救我和少卿的孩子, 父母伸手拉起她, 别慌, 有我在, 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 柳莹就是窝在她怀里抽泣, 谢谢妈, 望着眼前的画面, 我只觉得讽刺而可笑, 因为不满傅少卿没娶个门当户对的名媛, 而执意娶了我, 加上我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父母这两年始终对我不冷不热, 眼下她却和刚见一面的柳莹如此亲密, 果然母平子贵, 可惜, 我怎么会让她得逞? 我笑了笑, 妈, 我劝您先了解下情况, 我虽然不是柳莹, 但我却是傅少卿受法律保护的妻子, 如果您认下柳莹肚子里的孩子, 就等于承认傅少卿婚内出轨, 而我也不介意在傅少卿大张旗鼓 为妻子庆生秀恩爱的同一天。 爆出她婚内出轨的轰动性新闻, 父母咒紧眉, 扭头看向刘远志, 你不是说, 结婚证上是柳莹的名字, 刘远志一脸谄媚地笑着点头, 您别听她唬您, 结婚证上就是盈盈的名字, 盈盈怀孕是咱们两家的大喜事, 我保证今天就把这个孽女处理好, 绝不会让她乱给傅家造谣, 我正要赐她几句, 傅少卿凉凉开口, 所以这是从头到尾刘总都包办了, 和我傅少卿没关系, 啊,不是不是, 少卿你误会了, 我,傅少卿抬手打断她, 刘总就安心, 等着吃牢饭吧, 我的家事,不劳你操心, 时,什么,傅少卿没再理她, 而是搂紧我, 淡然看向父母, 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妻子, 她叫温馨, 您可别随便认儿媳妇, 至于柳莹, 她说一句孩子是我的, 您就真敢认, 没看出来您, 还有给别人养孩子的爱好, 柳莹红着眼睛, 望着傅少卿, 我承认我用了不好的手段, 冒充温馨陪你过夜, 你也可以记恨当年我抛下你, 不愿原谅我, 可孩子千真万确, 是你的, 你不能这么侮辱人, 傅少卿一声审笑, 侮辱人, 你得首先是个人, 柳莹被噎住, 你, 非要这么给我难堪吗, 她那假装无辜的虚伪嘴脸, 令我忍无可忍, 我上前便给了她一个耳光, 既然你这么碍眼, 我不妨再给你加点料, 我边说, 边把包里厚厚一打照片, 递给了父母, 她皱眉接过来, 只看了几张, 便像是沾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甩手把照片扔了一地, 当然脏, 那都是柳莹这两年, 在国外和不同男人封丸时, 不可描述的画面, 我刚刚回家除了带来录音笔, 还带来了这些照片, 就是要揭穿柳莹的真面目, 替嫁后, 我暗中雇人, 跟拍柳莹在国外的生活, 防的就是她有朝一日, 在想跟我换回来, 而在看清照片上内容时, 刘远智和柳莹的眼珠子 都要瞪了出来, 柳莹死不承认, 假的, 都是假的, 是温馨要害我, 故意辟的照片, 妈你要相信我, 我怀的真的是少青的孩子啊, 父母冷哼了一声, 甩手便向外走, 两人就像狗皮糖一样追了上去, 只剩我和傅少青时, 我忽然酸了眼眶, 终归我还是低估了柳莹的无耻, 千访万访, 却还是让她和傅少青发生了关系, 纵然傅少青是无辜的, 可我心里这道坎, 过不去, 我大脑乱成一团, 只想冷静冷静, 再面对傅少青, 我低着头, 抬脚便走, 却被傅少青大手一把拽住, 你还真信她的鬼话, 这就不理我了, 我稳了稳情绪, 苦笑, 柳莹是坏, 但是不傻, 如果不是确定怀了你的孩子, 她拿这种是作假, 傅家怎么可能饶得了她? 傅少青把我拉进怀里, 叹了口气, 可我真的没碰过她, 我之前去公司陪你, 你明明跟我做过, 对, 但那是你, 不是她, 可黑灯瞎火的, 她半夜爬你身上去, 你能认得出来谁是谁, 今晚的生日宴, 那么明晃晃的灯光下, 你都把她认成了我, 我眼里蓄满了泪, 甚至有些心凉, 傅少青, 我宁愿你跟我坦白, 也不愿你这样骗我, 傅少青轻叹了声, 随即双手拧了拧我的脸, 你真以为我办公室谁都能进, 傻瓜, 见我皱眉不语, 她提醒道, 你们俩就算长相一样, 可指纹也能一样, 我办公室的指纹锁, 请问她怎么开, 我心底逐渐升起一丝雀跃, 却还是不太放心, 那万一她是某个白天过去, 你亲自开了门, 然后没认出她不是我, 直接跟她过夜了呢? 傅少青忽然笑着, 用指头用力戳了戳我的脑袋, 今晚你带给我不少震撼, 我惊觉我敬娶了这么聪明的一个媳妇, 谁知道才一会儿就变成笨蛋了, 你好好回忆一下, 你不去公司陪我的话, 是不是每晚都要跟我打个睡前电话? 柳莹怎么可能有机会在我那过夜? 除非你觉得我傻, 我眼底的光, 渐渐明亮起来, 真的是心慌则乱, 我脑子里全是生日宴上, 傅少青错把柳莹认作我的画面, 也就彻底被柳莹怀孕的事搅麻了, 我用力抱紧傅少青, 你真的没碰过她, 要不要再想想, 想她干嘛? 还嫌不恶心是吗? 可你没碰过她, 她就敢拿怀孕说事, 她胆子也太大了吧, 傅少青满脸嫌恶, 又蠢又坏, 又缺心眼呗, 我被她的表情逗笑, 转而撇了撇嘴, 那刚才我打她你干嘛还去拉我, 我还以为你舍不得她了, 她轻抚着我的头, 眼底尽是温柔, 怕你脏了手而已,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我把头贴在她胸口, 轻轻地蹭, 傅少青, 傅少青, 她抬起我的头, 正抚下头要吻我, 门外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警察来了, 就在刘远志和柳盈正年拙, 父母不放的当口, 警察亮出了逮捕令, 是傅少青报的警, 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她速度竟然那么快, 我只跟她提了句, 我在北江码头死里逃生, 她居然已经把那两个意图 伤害我的狗腿子给抓住, 并送去了警局, 两个废物什么都招了, 眼看警察拿出了手铐, 刘远志指着柳盈辩骂, 我明明说要送你姐姐出国, 你居然背着我去杀人, 那是你亲姐姐, 你疯了吗? 我怎么养出你这么冷血的东西来, 她转而一脸正气望着警察, 大意灭亲, 是柳盈斯自买凶杀人, 我毫不知情, 我把机票都给我大女儿买好了, 国外的接应人也都替她安排好了, 我怎么可能想要杀我的亲生女儿? 警察同志你们可以去取证, 千万不要冤枉我。 至于我小女儿恶意犯罪的事, 的确是我管教不利, 我绝不包庇, 呵,我活了这二十多年, 还是头一次听见她承认我是她的大女儿, 瞧瞧这说辞, 好一个慈爱正直的父亲, 我怎么能不给她的伟岸形象再增添点光彩呢? 警察同志, 千万别信刘远志的话, 她不止一次威胁我, 如果我不按她的要求做事, 她会让我彻底消失在这世上。 甚至当初我姥姥病重, 她还拿我姥姥性命要挟我, 她干的坏事只多不少, 你们一定借这个机会深挖一下, 为社会除害, 几个警察面露鄙夷地撇着刘远志, 点了点头, 还请傅太太跟我们回去做下笔录, 刘远志慌疾了, 也不装了, 你们千万别听温馨下说呀, 这丫头一向跟我不对付, 这是逮住机会落井下石呢, 我根本不屑开口。 一旁的柳盈却在被铐上手铐那一刻, 忽然尖叫着指着刘远志, 是她, 都是她指使的, 她不仅要杀了温馨, 她以前还杀过我们的妈妈, 我大惊,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 刘远志疯了一样吵吵嚷嚷, 让她闭嘴, 我冲上去抓住柳盈的衣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姐, 你救救我, 我不想进监狱, 我冤枉啊。 呜呜都是刘远志安排要杀你, 所有所有的一切, 我全都是被她操纵的, 而且当年咱妈根本不是难查, 是因为咱妈不想咱俩没有爸爸, 死活不同意离婚, 而她为了娶那个狐狸精, 就趁妈妈产后虚弱, 偷偷给妈妈用了药, 妈妈才没了的, 我眼底一片血红, 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 呜呜呜呜我也是几年前才偷听到的, 可我不敢说, 我要是把她送去坐牢, 那谁养我呀? 啪, 我抖着手, 狠狠给了她一个耳光, 我血红着眼睛, 一步步走向刘远志, 你你你要干什么? 你别听她胡说, 她就是个疯子, 她有精神病的, 你们都不知道吧? 我怎么可能, 砰, 我一拳狠狠砸在她的脸上, 直接给她砸倒在地, 我一脚又一脚重重剁在她身上, 我恨不得杀了她, 我可怜的妈妈, 当年如果不是姥姥家倾尽一切, 给她凑出成本去做生意, 如果不是妈妈在她赔光本钱, 走投无路时日夜无休地拼命翻译赚钱养着她, 鼓励她, 她怎么可能撑得过去? 不知感恩也就罢了, 居然还在变心出轨后对妈妈下毒手, 人渣, 你给我去死。 去死, 我生死历劫狠狠地踢着她, 只觉得全身上下哪里都是痛的。 我觉得自己痛得快要窒息了, 竟生生吐了一口血出来, 我醒来的时候, 躺在医院里, 护士告诉我, 我流产了, 而且是大出血急救, 抢回来一条命, 她让我务必放松精神, 好好调养身体。 我望着惨白的天花板, 觉得眼睛色得厉害, 却流不出泪。 这一天经历了太多, 先是死里逃生, 又是悲痛重击, 我可怜的孩子, 他受罪了, 我的手, 轻颤着放在小腹处, 拼命想感受到一丝那个小家伙 曾留给我的温暖, 却只摸到冰冷一片, 有人推门进来。 我茫然看过去, 好希望是傅少青, 然而却是父母和管家。 他让管家递给我一叠纸, 自己站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 满眼厌恶。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签了这份离婚协议, 以后不要再回京城。 纵然你不是柳莹, 没做过那些肮脏的事儿, 可我傅家也绝不可能 与你们这样品行败坏的人家结亲。 我垂眸看向那份协议, 这婚是我和傅少青结的, 就算要离, 也该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见不到他, 我不会签, 果然是一家人, 如出一辙的恬不知耻。 实话告诉你, 你子公废了, 而少青是傅家独苗, 抛开你们姓柳的品行不说, 单论生育, 你觉得傅家能接受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父母冷笑。 还是说, 你宁愿同意让少青跟别的女人 生了孩子抱给你养, 也要厚着脸皮霸住, 富太太的富贵身份不放。 我倒是好奇, 做人若是做到如此令人比喻不齿的份上, 也真有脸活着, 大抵是你们柳家的劣质, 基因太特殊了, 他后来又说了什么, 我统统都听不见了。 我只迷迷糊糊, 听见身边有医生, 有护士, 有许多人凌乱的声音。 他们说我又流血了, 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他们说, 这个病人好像快要不行了, 我从小没了妈妈, 和姥姥相依为命, 看惯了世间的冷眼, 也练就了其后的脸皮。 可纵然我脸皮在后, 我所爱男人的母亲对我说的那些话, 还是让我寸心如歌。 然而, 即便我气若犹斯快要血尽而亡的那一刻, 也依然没忘了签下那份协议, 死死拽着管家的衣襟, 让他们尽快把承诺给我的钱打给我, 因为没人比我更清楚, 钱是这世上最靠谱的东西。 当年柳盈让我替价给我的那一百万, 让我换来延长姥姥一年多的生命, 让我在这世界上又多了一年多的温暖。 如今, 父母给我的这五百万, 我想, 省着点花的话, 足够我给自己送中了。 我在四季如春的云城, 买了套小公寓, 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不好是因为刘远志最终没被判死刑, 他和柳盈一个无期, 一个十年, 我自然觉得不够, 觉得无处泄愤。 不坏是因为终归我吃穿不愁, 除了身体有点弱, 也其实没什么烦恼, 唯一的烦恼。 也就是熟络起来后, 邻居阿姨不停要给我介绍对象。 她说, 那小伙子又帅又懂礼貌, 和我特别般配, 在我委婉拒绝了无数次之后, 阿姨还是死活, 把她微信推给了我。 我并不是爱和陌生人闲聊的性子, 所以我开场白就是一声抱歉, 如果想发展感情的话, 就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我对她毫无兴趣。 我知道我直白地近乎粗鲁, 一定很令人反感, 谁知她却发来个笑脸, 说她理解, 并尽量不会打扰我。 可这所谓的尽量不打扰, 却是天天跟我问早, 到晚安, 还天天给我点外卖, 送鲜花, 无论我怎么拒绝都没用, 甚至我把它拉黑, 外卖和鲜花还是准时送到, 我忍无可忍, 约她在小区门口见一面。 我特意攒了三天没洗头, 披散着油兮兮的头发, 裹了件臃肿的大睡袍, 拉里拉她踏着拖鞋, 还故意把脸色画得像是磕了药, 黑眼圈画得活像国宝。 我确信见了我这副尊荣, 她脑子里那些风花雪月的念头, 肯定死得彻彻底底。 谁知我摇摇晃晃走到小区门口时, 竟看见了傅少青, 午后的阳光, 温柔映着她浅笑的眉眼。 我愣愣看着她, 视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然后我转身就跑, 就算我没想过再和她在一起, 我也绝不希望她看见我这富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我脸皮是厚, 可我也是要脸的, 我边跑边哭, 半年多不曾流过的泪, 也不知怎么, 今天全都出来放风了。 温馨, 她很快就追上我, 紧紧抱住了我。 我死死捂住脸, 恨不得把头扎进地里去, 你认错人了, 她掰开我的手指, 笑看着我, 傻瓜, 认错谁也不会认错你, 我把头埋在她胸口, 死活不想让她看我的脸。 头顶传来她的笑声, 别躲了, 你多愁我都不嫌, 我愁也跟你没关系, 我们早就离婚了, 那你还往我怀里钻? 我, 我想推开她, 却被她抱得更紧。 她的下巴在我的头顶, 轻轻地蹭着, 声音沙哑又温柔, 对不起啊老婆, 半年了才过来找你, 别生我的气, 我妈那个人强势惯了, 我怕我越腻着她, 越对你不利, 索性就暗中保护着你, 没在露面。 而我之所以不能立刻抽身来找你, 是因为我一面要盯着刘远志的案子, 一面要把富士集团的一切都打理好, 让集团在我走后, 也能有条不紊地运行。 因为富士集团是我爸的心血, 我不能一时冲动毁了集团运作, 让我爸在九泉之下不安, 现在好了, 我已经都处理好了, 从此我不再是富士的总裁, 我只是温馨的丈夫, 我会每时每刻陪着你, 不会让任何人用任何方式伤害你。 他这些话, 既让我意外, 又让我心酸, 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富少卿, 傻瓜, 你是我媳妇, 我为你做什么都值。 再说, 我们根本就没离婚, 我是故意表面上什么都顺着我妈, 所以才轻松把她骗过去了, 让她没再为难你, 可我, 身体垮了, 身体不好就养好她, 我是离开富士, 又不是缺钱给你调身体, 我是说, 孩子, 养孩子麻不麻烦啊? 操心受累又气人, 还不如养条狗, 我泪如雨下。 富少卿, 我这人脸皮厚, 一旦缠上你就不放手, 你可想好了, 巧了, 我这人是个八耳朵, 老婆缠死我我才开心, 我破涕为笑, 把她挺刮的衬衫蹭得惨不忍睹。 富少卿, 我们回家, 回家, 她一把抱起我, 眼底的笑意在金色的阳光下, 闪着耀眼的光芒。 我这一生, 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也从没想过, 能拥有如此幸运的人生。 我这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